嘿嘿大家好 欢迎来到学武带来的勇者生涯的喜况解说 上期的话我们是把这个连环任务做到了要去墓地里面 然后这个蜘蛛任务还没有做完 我觉得我们还是先去把这个 先去把这个蜘蛛的任务先做了 来再打一下这个禁卫军 禁卫军怎么这么惨 哎不要这样欺负我家的禁卫军没你牛是吧 我家的禁卫军 长的没有他高啊 不是什么都没到吧 我的天呐 我得把我得去回家把这个鱼放起来啊 这个鱼我们现在是用不上了是吧 然后也不要去烤的了这个鱼只直接就放就行 来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装备咱们没有做的 这边的话有一把这个 链刀 被冰冻的链刀刀 然后呢 他加上这个烈焰之盒通过完成主线任务过去加上这个链之盒可以变成 加22点攻击的刀 然后 再补充一个终极伤害宝石可以变成30点伤害 呃 才30点伤害啊 这么渣 炎龙铠甲合体 监视者的绿帽子 玩这边的话有一个就是我们上期打到的这个什么人鱼鳞片 人鱼鳞片也是可以用来做装备的 他这边可以做成这个灵刺头盔 啊就是灵刺套装 灵刺套装再加上人鱼之心 会变成这样子的一套装备 这套装备再给打上 生命宝石之后 哇这个加的生命值挺多的 对吧啊这套这套装备主要是加那个生命值到 生命值加的特别的多 我看一下咱们这套的话 确实比我们这套要牛啊但是攻击力的话比我们这套要差一点 但是鞋子鞋子我这个还可以是吧 他那个鞋子应该没有我的好 看一下 鞋子啊 他鞋子肯定 诶有个水下呼吸啊 哦天 那你有没有那个什么呢 光有水下呼吸也没有用啊 这套装备总体来说的话是还可以的 但是他这边需要一个什么零次 套设计图 使用人鞭片融合而得 虽然失去了防御 但换来的却是 极大的速度与完美的反伤效果 有反伤吗 哦有一个有一个荆棘但是谁 谁吃的没事用反伤来对付怪啊 所以这套其实 怎么说呢 要也可以啊 不是不要也行 人鞭鞭片 这样子可以换成斑纹鞭片 然后这边的话是核心 但是那个蓝图我们没有啊对吧 那不扯淡吗 我们没有蓝图啊蓝图这么难打的吗 蓝图这边好像也没有的卖啊 啊这边好像也没有蓝图卖 所以有点 其实有点坑啊 好吧 我们还是继续去 先打那个蜘蛛吧 人鱼这边的话 这套装备我们也就不强求了 并不是那么容易弄到的 因为那个 蓝图 蓝图没有那么容易弄到 这个壁骨应该用不上 壁骨那玩意我们应该用不上了 那这把弓其实我还是想要了 这把弓想要的话 我们就得去弄那个矿石 哎呀这里可能要活一下 被你给整死的还得了 是吧 被这个小蜘蛛整死的还得了 毒业干掉 好下面这是毒业 毒业人完成 漂亮 我这个妈呀 吓死我了 他这个整死了 没看着他呀 好半天 打了我半天了 我没瞅着他啊 写不满一下吧 不满一下然后去灭这个女王 这么狠 差点被他偷袭致死啊 真的是 真的是差一点就被偷袭致死 好然后 女王属于比较好打的类型了 啊女王掉这个线掉的还是可以的 这样子的话我看一下 咱们能不能做那把惩戒之弓啊 惩戒之弓 好我们先交下任务吧 先找到雅思 交下任务 惩戒之弓先不着急 干的不错嘛 小伙子啊 不过你可别以为这就完了 蜘蛛的繁衣能力不是你能想象的 但是他们有一个女王 只要击瞎他 蜘蛛的繁衣能力会受到大幅的减弱 这可以让我们坏着 呵呵 行我去 好吧 那这边是要继续去杀这个蜘蛛女王 你不早说 好然后这样 我们正好来看一下 合成那把弓需要的东西 合成这把弓 那么八个这个 一共是需要三十二个 那也就是说十一份八十八个 至少要八十八个柔软的 丝线的 八十八个 哎呦 我刚好八十九个 够了 啊行 那我们来换一下 哎呦 多换一个 哦没事 这必须多换一个 因为他三个一换的 然后这边还需要八个合金 八个合金的话 我们这边肯定是 够的 合金这边 来看一下 需要完整的矿石 然后完整的矿石 这里 是不是需要五个这 完整的矿石是需要什么呢 完整的矿石 是这里 哦九个啊 我天呐 九个这个才能换一个完整的矿石 然后这边 我天 那完整的矿石是五个 哎 不是五个合一个吗 不是五个合一个吗 我记得是 怎么个合 很好 啊这样的 完整的矿石又是五个合一个 这个 然后这边 然后这边一共是需要用到 八个合金 八个合金的话 就是 五八 四十 要四十个完整的矿石 哎我的天呢 这个完整的矿石到底咋弄啊 太少了 这个矿石真的 刷这个东西很累呀 好像没地方买啊 这玩意儿 对吧 这这这东西真的真的没地方买 那只能去 只能去矿洞那边 只能去矿洞这边弄了吗 这么惨的吗 好吧 那就去矿洞这边弄吧 没办法了啊 哎 谁 哦被凋零了 只能去 只能来这 只能来这个矿洞这边慢慢打 这个但是一点折都没有啊 完全没有别的办法 似乎是只有这个矿洞这边才能弄到 别的地方是弄不到的 好我在这边刷一下吧 我感觉这个任务太艰巨了 刚刚试着去刷了一下那个矿洞 刷半天才刷30个后来我数了一下 一个 一个一个合金要八个矿石 然后一个矿石要 九个这个 然后也就是说 我们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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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金要五个矿石 然后一共需要八个合金 五八四十个矿石 然后九个 40乘9要360个破损的矿石 我这辈子可能就刷不够了 算了这个东西我不刷了 我认输 啊那个弓我不要了还不行吗 真的气死人了 我刚刚又打了个什么那个人鱼王 掉了个什么人鱼之心 我猜啊 这个蓝图也是人鱼王掉的 但是这个 人鱼王我 打了也有三个了 但是 发现 这玩意儿掉率好像很低啊 这个蓝图 那最多码最多码就是弄个一键 想弄一套的话基本不太可能 弄一键 说实话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所以我就干脆就不弄了 因为还要去刷那个人鱼王 人鱼王刷新的速度吧 也不算是快了 也很慢 好 那我们继续来做一下这个主线 把这个蜘蛛女王干掉 主线就是 女王同志 赶紧收手吧 赶紧收手吧 我这 我这什么 我这个禁卫军抢官的攻击力太弱了吧 血虽然是多 但是你的攻击力也太弱 好蜘蛛女王任务完成 走你 哇 四个蜘蛛女王的眼睛了 我可以买一堆的东西了 这样吧 我们先回村子里边 先回村子里边放一波东西啊 什么人鱼啊 什么破损的逛事啊 这个鱼我就不要了 什么毒液这个 毒液好像可以拿去卖的 这个鱼其实也可以拿去卖的 但是我懒得卖的 两个终极伤害宝石 啊这个什么撕的 才绝 烈焰 刀刃 我估摸这可能是用不上了 烈焰刀刃 而惩戒之宫的这个 而人一之心 全都放起来吧 碧骨灵菇的话以后都没有用 因为我已经 我我已经神功大成 行啊包就先这么整理一下 然后呢 再买点药啊 然后我们再买点药水 现在其实只需要买这个回血的药就可以了 其他的药 其他的药都用不上回血跟无敌啊 无敌有个脸 其实够了 加速度的这个其实无所谓了不要了 速度不速度 速度本来就很快了 根本也用不上加速 好 去把这个任务交一下 击杀蜘蛛女王的这个任务 干的不错 没想到就连蜘蛛女王都不是你的对手啊 行了 可以把奖励给我了吧 当然这是赢得的 以后你自行历练吧 或许你会变得十分强打住 本章过的主线任务不会再有奖励 所以主线任务可做可不做 就是剧情的关系 这今后的任务大部分会直接完成少数小MBC的 会在任务简介中生命 啊 新的危机 炼之河 这不是那个啥吗 打造出来的还不如裁决认那玩吗 接下去的任务是人鱼危机要打十个丑陋的人鱼 人家人鱼怎么这么惨 又要挨揍 啊又是这个什么啊 又又又是这个我我用不上的 这什么 烈焰刀的设计 哦这个这个这个留着这个留着 这个好像刚刚 好像刚刚肉给的 那那个烈焰刀其实不是说没什么用吗 要烈焰刀的话得去打人鱼王 因为那些东西都是人鱼王掉的 人鱼王身上掉的 我感觉人鱼王还没有刷新 刷新了 我们先去 先去打人鱼王 小怪一会再说 人鱼王谁好打 居然什么都没掉 不是吧 这人鱼王怎么的 太穷了 啊这个人鱼王太穷了 你这什么人鱼王有没有继承你们家主业啊 怎么这么穷的人鱼王啊 哎呦 史上最穷人鱼王没有之一啊 简直 太穷了 这套人鱼套装的话 其实真的 对我的吸引力不是很大 他并不是 并没有发生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于我这个暴怒套装来说 并没有 并没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 好往这边走看一下 这里面啊这里面就一只这个 哦这里还有一只躲起来了 这湖中居然出现人鱼但是人鱼 这 人鱼为啥这么丑不好这些人又来了 我得尽快迎战 又又又来了是什么意思 又 来了个又 我看一下啊 又要打20只人鱼 我这是跟人家人鱼有仇吧 人鱼是招我了还是惹我了 打完一次不够还得再来一次 人鱼碰上我也算是倒了八辈子没了 真的人鱼足碰到我这个人真的是倒了八辈子的血没了 他这个人鱼王多久刷10分钟吗 时间太长了 对吧这个是发生时间有点长 我这个什么 禁卫军场关 就是一坛酱油的我发现的 各种打酱油 酱油地啊 哎呀 这个有点慢了 那我自己先打 对吧 好终于是完成了这个任务 然后刚刚 吓死我了 刚刚嫌太无聊了 把这个人鱼王的刷新时间调成了10秒 他本来应该是5分钟的刷新时间 因为在这边实在呆得太无聊了 把他刷新调成了5秒 10秒 这个人鱼王啊 我发现他真的是一穷光蛋 他居然才掉两个铜币的钱 你们信吗 他居然才掉两个铜币的钱 我真的有点 不敢相信啊 这个人鱼组有这么穷吗 作为一个人鱼王 一次只掉两个铜币 你不觉得 你不觉得有点丢人吗 人鱼王同志 我真的是福气啊 我一开始以为是两个金币啊 结果他给我来俩铜币 瞬间我就觉得有点无语了 哇这个什么人鱼之心 还有这个蓝图 真的这个掉率有这么低吗 我打了好多只人鱼王了 一个蓝图都没见着是吧 就更别说人鱼了 人鱼上肯定是不会掉蓝图的 不用想 哇真的这个 真的是够穷的呀 你说不是一般的穷啊 这个人鱼组 除了鳞片有点多 其他的东西 其他基本就没有 吓死我了 给你克个药 克个药 给你克个药 哎掉蓝图了 哦可以了 那我可以做一件装备了 然后那个什么 先把这个 链片先剪一下 那个烈焰刀好像也 谁打我 哇在这呢 人鱼啊 又刷了 烈焰刀的话 四个 四个够不够 好像四个有点不够 就铜币贼多了 真的 人鱼一家都特别的穷 哦 又掉了一根棍子 应该五个 五个棍子应该够了 哎 那我们先回家 在这里看任务有点不方便 因为现在搞的那个 我现在搞的这个 人鱼刷新速度有点快了 嗯 接下去的任务 人鱼王 人鱼王我也做完了 好吧 我们先去把这个鱼收拾收拾啊 这个鱼一身我都 一身都湿透了 蜘蛛毒液的话 先放起来 烈焰刀的刀刃 烈焰刀的刀柄 好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先把这个烈焰刀做出来吧 烈焰刀啊 这样做的 嗯 嗯 嗯 这样的 哎 怎么做的 这样 这样的吗 哎 真的是啊 这样的 被冰冻的烈焰刀的刀呸 然后呢 啊 加上这个烈焰之盒 然后再加这个终极伤害宝石 那就可以了 来 呃 这个 玩再加这个终极伤害宝石 哎 不是这样的吗 我记得 哦 直接 直接在这里 哎 什么个意思啊 没没没没搞懂 被冰冻的烈焰刀品质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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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是这上面还是不行 那还是要到这上面 行 这样子的话 这个被冰冻的烈焰刀就做出来了 但是没发现这把刀有哪里好的啊 速度还急慢 啊 真的没有发现这把刀有哪里好的 好吧 那我们这期就先做到这里吧 然后那个人鱼套装 等我们下一期 呃 下期再来做吧 啊 非常感谢各位小伙伴解对学武的知识 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每须订阅的小伙伴 要记得订阅 哦